Cyber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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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顶俏丽的粉紫色长发 身穿可爱蓬蓬裙 大跳性感女团舞 你没看错 她是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在全民大剧团 丞相起风了时事舞台剧中 颠覆呛辣的形象 饰演一位被霸凌的女团团长 在剧中还要扭腰摆臀 大跳性感舞蹈 让她直呼很有挑战 想说你们等一下 会不会问我政治问题 开玩笑的啦 有鼠拍子啊 对对对 鼠拍子 然后还有 因为我们第一次上舞台嘛 所以像经常就是会 走一走就走偏了 就走到舞台旁边去 那我们要对中心 对 所以就记得说 诶 诶 诶 中间在哪 然后往中间走一点 类似这样子 不会紧张 但是就是要在事前 尽量把台词啊 什么的都背熟 然后练好 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跳舞啊 对对对 诶 仔细看我那个膝盖都熬费了 我今天难得穿丝袜 就是因为我的膝盖熬费了 所以把她想说 用丝袜遮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跳舞是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部分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CTO 每个人都要听你的是不是 OK好啊 我现在走出去 然后把英夫师傅告诉大家 你非礼我 你觉得你还可以留在公司吗 随便 发生不留的信心 Bullshit 不是 我多有 密闭空间 以前向主宫去撤 丞相起风了 故事描述由金钟世帝 汤志伟饰演的富二代 成立一家网军公司 透过网络操作赚钱 但没想到一次策略错误 导致女团霸凌事件沿上 剧中女主角由金钟奖 迷你剧集影后林晨曦 饰演一位女骗子 除了要展现性感的一面 还要勾引对手演员凯尔 编导先念组 更在剧中加入IMB 诈骗集团 艺人假包等时事梗 贴近大家的生活 引发观众共鸣 IMB啊 还有浩克啊 咖啡店 都有 今天才看到有个网红说 自己得癌症四年 结果是假的 我还在想怎么样加进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络世界 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网军 现在选举又这么靠近 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包括巧新在市场跌倒 我们都会放到戏里面 因为有些演员 就是他的工作量比较小 比如说像汤志伟啊 那我们就会把一些 比较困难的工作交给他 没没没没 我还好 谢谢 就比较有点压力 否则太简单不好 对不对 还好啦 因为我其实平常也蛮关注时事的 所以刚刚这次会演浩克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跟全民啦 这个跟信念组合作 我们已经习惯 他常常就会 不断地就给新的笔记 所以我们就要随时地接招 我们要像海绵一样 不断地吸收 我是派大星 全民大剧团 成像起风了 6月3号到6月4号 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演出三场 8月9月将在高雄 新竹台中巡演 喜爱时事舞台剧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7月4号